大家好 我是徐明哲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那么今天台股做一个 亮说多方的抵抗 在昨天一个创高之后的拉回 今天稍做休息 但是如果你看到昨晚美股的K线 包含道琼工业指数跟NASDAQ 那么以形态上面来看 以这一波的角度跟整理的时间来讲 那么道琼工业指数 它的压力会相对的比较大 因为这一波它回到了景线 当然这一波它并没有跟着NASDAQ一样 创波段新高 所以接下来的行情 10月的下半旬如何发展 你必须要密切的观察美股 因为这一波所有外资 源自于他们买台股的信心 是在于说美股 经历的德意志的黑天鹅 也没事 对不对 往上创新高 那我盘中听到最多的言论就是 就是在跟你统计啦 那么美国只要总统大选 大部分的行情都是往上走 那这次会不会例外 其实我常常讲说 如果统计数据 如果统计数据 它可以让你稳健的获利 那么基本上是不需要分析师的 因为你只要看统计数据 过去旺季的时候就会涨 过去旦季的时候就会跌 旺季的时候就会涨 旦季的时候就会跌 选举就会涨 不选的就会跌 如果统统只是因为统计数据 你就下去做操作的判断 那我相信你会受伤很严重 就好像台股在9859的时候 那个时候雷曼兄弟发生了 财务上面的危机 一开始传出来 每个人都认为 这个大道不能倒 对不对 所以应该没事 结果你认为没事的事情 后面都一出事 你就会非常的严重 因为不仅是精神上面的压力 更糟糕的 就是财务上面的压力 对不对 所以你现在问我 美股该怎么看 其实以技术形态上面来看 这波NASDAQ它是有创新高的 对不对 那整理了大概半个月左右 昨天一根黑K下来 已经跌破了半个月的低点 那道雄工艺指数更夸张 之前创高点18668点 那么走出一个三角收链之后破线 破线整理完毕之后 现在又来到颈线附近 如果你用相对位置来看 相对位置来看 这个只是一个做左肩跟右肩的对称而已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问我 什么时候VIS要飙到创新高 我会告诉你 一旦颈线破了 这一种行情 不容易再复制一次 因为时空背景已经不一样 而且盘头的时间也不一样 所以10月的风暴 如果极有可能 就是由美股来引动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但是以盘面上面来看 今天早上开低 立刻往上拉到翻红 而且尾盘的时候收红 对你来讲 今天的意义在哪里 今天盘面的意义在于说 跌升的个股会进行反弹 但是反弹过后 你要小心 你要小心 就好像我昨天回补的红森一样 昨天是跌完三成之后 今天做一个弱势抵抗 对不对 那我空单补完之后 难道你就认为应该做多了吗 当然不是嘛 就好像6230的操纵一样 我之前空一段空两段 赚30块钱 反弹上来你认为 啊 徐老师你空单补完可以抢多 我说错 对不对 后面发生了利空 No statement in mind 结果今天创波段新低 所以我要告诉你的事情是 当整个趋势正在慢慢的演变 尤其是我们之前告诉你的 如果盘面上面会有任何的风吹草动 你就去看高价股就好 结果你知道吗 今天台股反弹 高价股持续破底的破底 急杀的急杀 甚至我们前几天提到的 像上尾头 这个一挂牌回来立刻给你爆损失 当然股价是跌得稀里化啦 对不对 那有些股票是盘头很久 不得了今天直接跳空破线 左缺右口变成孤岛 这样的股票它只会越来越多 那或许你会说 徐老师我又不操作高价股 可是问题是 你回头过去想 台股本利比最高 获利最好的族群就是高价股 这一波高价股3008大立光 往上挑战3980块钱 不仅没有欢声雷动 反而你看到很多的高价股 趁着大立光创新高的时候 去默默的破底 这个就是一个警讯 郑路通我之前在解台股的时候 我常常讲 如果台面上面 永远都只靠一支台积电 当然啦你知道吗 一支台积电今天翻红 就可以抵消 多少中小型股的下跌 因为我们是加权指数嘛 所以从刚刚一开始讲到现在 我就是要告诉你一个观念 等整个台股 你确认了他要反转向下 郑路通我之前讲过一句话 我说最强的股票一定最后跌 那从7月18号站上9000点 到今天为止 指数还在9200多点 最强的两档股票叫做大立光 叫台积电 没了 没了 我就没了 那其他股票呢 不是盘他就是跌 对不对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警讯 当初我们告诉过你 为什么要空军集结 指数站上9000点 时间跟空间对你来讲 是敌人绝对不是朋友 两个月过后你印证 对耶 当时我们空的股票 不管是空最高也好 空起跌也好 我让你看到一件事情 当指数创新高 你空股票可以一档一档空 一档一档空 一档一档空 居然有201%这么大的空间可以操作 那不就印证了一句话吗 不要相信你眼睛所看到的 对不对 正如同我们在9月底的时候 正式宣告 为什么是猎杀红色10月的行情 事后你印证 指数没大跌 内支在撤退 高价股 内支股 全部都在撤退 风火连天 风火连天 所以站上9200点 站上的9300点 一直到昨天台股创新高 从这边 给你走到这边 你不仅没有赚到钱 而且你的内支股 台股昨天开始击杀 对不对 所以我说当台股真的确定反转向下的时候 一切都来不及了 所以如果你问我 我一样这个观点告诉你 只要是喇叭型的扩散整理 低点一定会破 一定会破 而且这一波的败笔在于哪里 冲上了9300点 量 居然没有出来 反而是昨天一根下来 量开始带出来 这个绝对是败笔 绝对是败笔 所以 你要开始准备好 要有心理准备了 迎接台股的我们不讲主跌段 先讲出跌段 光这一段 空间就很大 非常非常的大 那当然我们今天预告 从7月22号 到昨天10月11号 是我们的空军 是我们的空军 第一波的布局 当然昨天做的部分的收割 部分的收割 接下来我们准备布局 第二波的空单 因为话讲再多 倒不如拿股价印证 昨天当然很感谢 这么多投资朋友 你愿意相信 我们的言论 跟着我们一起 把握这个时机 进场布局空单 当然不用急 行进的会员不用急 会有越来越多的股票 走红升的模式 走操纵的模式 可以让你 从容的布局空单 但是你要锁定的是那支股 你要锁定的是中小型股 昨天上柜指数已经告诉你 各位投资朋友 创两个月低点的柜台指数 那我昨天用白话讲 你的中小型股 至少已经套了一两个月 对不对 如果套了一两个月 他还没有办法反弹 那我要提醒你 小心内支在逃命了 中小型股会多杀多 怎么印证 这是我10月5号 告诉你的高价股 我说台股高档量说 小心高价股坐账完毕 开始弃养 开始弃养 那你知道吗 今天高价股不得了 又在破底 又在破底 那你回头过去看 我在10月5号告诉你的话 我说法人会弃养 小心这种破际线的 结果你知道吗 话我才讲完 剑林破完季线之后 当时在218块 今天最低点 居然跌到185块半 法人有没有在弃养 有啊 投信赛停损了 之前200块 追到262块 很高兴 对不对 一路爱到最高点 后面发现苗头不对 开始卖 卖破了季线之后 用力卖 高价股 这个就是价差 这个就是价差 所以该如何挑选 第二波的空单 去下之后 我马上回来 恢复家园时 请穿雨鞋 戴手套 先做好自我保护 冰箱解冻过久的食物 请丢弃 水要煮沸 食物要煮熟 积水一周就会生蚊子 废弃容器要尽速清除 多一分警觉 多一分自我保护 轴轮精细的磕痕 如同精准的研究判断 不分昼夜的运转 如同亲切专业的展业服务 我们讲究每一个细节 斟筑每一个环节 带领会员转动过地的巨轮 因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连达投顾 02-2781-0909 02-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投顾 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一纸旧世界 天zeni全世界 来回到现场 第一波空軍首战的布局 7月22号到10月11号 昨天我们做了 比较大部分空单的收割 很难想象 从台股创新高到这边 我们在收割空单 不仅没有被嘎空 而且还大赚 所以我今天正式预告 我们要布局第二波的空单 既然叫布局就要有方向 方向在哪里 一个一个来 请记住空单的原则 空出跌段来回做价差 空个股的阻跌段 一旦起跌 你补都不要补 因为随时可能击杀又击杀 跳空再跳空 所以现在台股还在9200多点 所以当然是蛮多 出跌段的个股可以布局 锁定中小型股 内支在逃命 法人在弃养的股票 就会多杀多 10月5号告诉你 高价股筹码松动了 请自己小心 今天台股有反弹 高价股无奇马黑 为什么 有人开盘就跌停 开盘就跌停 看不到利空 居然就急杀跌停 哇那看得到利空还得了 热声 来这一波的代表作 100块钱跌到45块钱 当天盘中的新闻告诉你 有神秘的买盘进去买 是多神秘 现在17块半 不神秘了 对不对 连神秘的买盘进去把它打开 都可以赔6成 所以请相信一件事情 空军 空的股票 你千万不要轻悦相反弹 因为我说过 台股一旦筹码松动 不会等到台积电跌 不会等到大力光跌 这两档是最后跌的股票 弱的股票 早就先下来了 我7月的时候在空心向 263 275 后面为什么能赚50块钱价差 那我能赚50块钱价差 表示你可以避开50元的风险 先像那天反弹我讲 当然我还没出手空回来 我告诉你嘛 来到季线了对不对 不要随便摊平 听徐老师一句话 即使我没有空它 它也不一定能够涨得起来 如何印证 来 179块钱我空操纵 宝可梦概念股 宝可梦 梦一场吗 今天操纵 NOT7的利空 跳空直接破季线 昨天跌停 今天再创新低 回到这边会有人抢 但是我告诉你 不要乱抢 不要乱抢 抢得到恭喜你 抢不到你可能再扮三腰 会很危险 会很危险 要空哪些方向 来注意汽车 我这是11月5号的时候提醒过你 汽车肋骨已经全面转弱了 小心喔 剑林当时在218 今天直接跳到185 投信在停损 听好 是停损 从这边追上去 这边的筹码全部在停损了 剑林 有利空吗 徐老师没有啊 哎 啊已经说也是小幅 帅退而已啊 那为什么股价会这样子跳 当你看不到利空 股价在重挫的时候 那才是最恐怖的 所以汽车族群要空什么 我9月13号空帽连 我说高档爆量 利多不涨 法人一旦弃养 就是多杀多 空完当天我补一半 反弹上来我就再空 后面破底 对不对 那你问我 徐老师 该怎么看 那一天TESLA传利多 那一天 10月4号 记不记得 记得 我告诉你 不要乱抢 对不对 你那天去抢的 很抱歉 今天台股 还在这边 你已经套牢了 我觉得很有机会 重演 剑林的模式 因为法人一旦筹码冲动 你今天不砍 那隔壁的先砍 搭笔 锁脚快的 七车类股 空 反甲 86块3毛钱 破颈线我就再空 75块8毛钱 昨天破底 那3526的反甲 今天稍微做量缩抵抗 但是我告诉你喔 之前我空3522红身的时候 我告诉过你 不要认为季限制支撑 错 后面让你看到击杀 对不对 反甲也差不多 所以不要随便抢 有信心的跟着我一起来做 因为这一波高价股的价差会非常的诱人 法人一旦筹码松动 三五十块钱 一百块钱的价差比比皆是 但是你要把握 这一档高价股 之前我提醒过你 来到季限附近转弱 空它 不要去追 昨天在这个位置 今天收平盘左右 还有机会再空 还有机会再空 一档一档做 一档一档做 中小型股里面 我们验证过了 来 又是汽车 沁腾 我说高价股 帽年你空不起 你空沁腾吗 对不对 33块一毛钱 昨天击杀 空单全数 获利回补 公布营收了嘛 该收割的时候 你就先收割 14%不算多 拒杀会成塔 来 4534的沁腾 昨天补完 今天马上大涨 你说 哇 徐老师 怎么那么神 没有很神 我们是按照纪律来做 当你利空见报 股票急杀 有两种选择 一种是他隔天 直接跌停板 但是我不认我会这样 所以我昨天补在28块6毛钱 OK嘛 至少又70分嘛 我不能讲100分啦 至少70分嘛 红森 空单被嘎有处理的方式 我加码空 所以你要控制好资金 空完之后 当然下来先赚一趟 上来放利多 我就再空 而且加码再空 49块6毛钱我再空 46块5毛钱我再空 下来 价差单拨断单 全数在昨天 收割 你问我几分 大概70分啦 我大概70分 因为 如果你认为这样就很多了 那我告诉你 台股出跌段那一段更多 更多 而且时间不会拖太久 所以有些股票 高档转弱自己小心 像红朔 我空第一段是18% 后面我再空 往上冲高爆量我就加码 这个 昨天我就再空 小心喔 这种高档做投完币 一旦下来 会很快 会很快 一档一档来 布局什么样的个股 有些是初跌段的 那有些是初跌段的 好好的把握 公司没赚钱股票20块 我告诉你10块钱我都嫌贵 回归基本面嘛 运用你的 不管是决心也好 或是行动也好 你好好地把握这一波 多单你有受伤的 多单你有受伤的 各位投资朋友 当你印证了我们的空单 印证我们高价俱乐部 你多单有受伤的 猎杀红色十月行动 倒数两天 好好的把握 逐个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见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